2007年 随着科幻作家刘慈欣 长篇小说《三体》的问世 中国刮起了一阵科幻热 在浩瀚的宇宙中 地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面对科技发达的外星人入侵 人类的命运又将走向头发 通过小说三体 刘慈欣给出了他的答案 而2011年 另一位重量级的科幻作家王靖康 用长篇小说《与武同在》 对这个庞大的命题 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所以说那个《与武同在》 它根子就是 它那个文章之和 就是上帝与武同在 《善恶与武同在》 实际上这个故事 就是我引起所有故事的一个奇迹 然后后来又听 又看了一些那个 印度阿异王故事 那个《与武同在》的人也都提到了 因为《与武封异王》 它原来是个黑阿异王 他是杀老武对吗 即位杀了 多么 一百多field 兄弟子敏 但是后来,后来就发展回晤了 黑黑阿姨王变成白黑阿姨王 像全世界送那个舍利,建那些 包括中国国内就是几个塔,都是他建的 就是从这方面,就是 关于人性善恶,关于共生权,关于什么 有些自己的思考 然后就开始故事故事 本期口述人王靖康,生于1948年 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 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 与武同在等 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靖康、何熙和韩松四位作家 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 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四位作品 谢谢大家 当时有一个报道 就是关于一个石灵彤 本无心插柳 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这个报道 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 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十岁 每天睡觉 一定要先讲个故事 然后再睡觉 那时候工作忙 也没时间看书 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 肚子里的故事以后 有时候给他先编一个 当时就是编的话 有时候就编了一些科幻的故事 为了哄孩子睡觉 王靖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未来的一天 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 航行了两百多年以后 重返地球 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 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 这个故事的背景 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 皮埃尔布勒的小说 《人缘星球》非常类似 都是描写了 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 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 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他说这个故事讲得好 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 我就说既然儿子都说好了 正好赶上一个假期 我说那要不就把 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 把它给写出来了 接一万多次吧 后来这个 行完以后还不知道 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 后来还无意中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人一个飞船 回到地球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 现存的一个自然人 就是没有大脑中间 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 电子芯片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就是带 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 施大夫那种气质 他就是给他说了 就是说现在实际上 地球已经没有人类的 这都是机器人 他们现在是人的身体 但是他脑子里边 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 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 所以说 你要这个 你要希望就在你一个人上了 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 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 但是实际上这个小说应该说是 比较出彩的地方 就是他没有走老路 没有走虚套 实际上他到最后他在 他为了这个 就是推翻这些 这些人的统治 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 高智能的那种芯片 但是引完以后 他就实际上察觉了 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 我现在就像我了 记得这种坚持是 我们现在在这种坚持是 一些坚持的 就是慘了 育刘身子 他便是逼连了 如果因此 一个复材 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事件杂志社 当时记者他们反映非常强烈 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的稿件 就是反正是眼前一样的感觉 一个是黑匣子的爱情 黑匣子里的爱情 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 所以无大无壮的就撞到个这儿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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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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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看 感谢观看看看 感谢观看看看看 感谢观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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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